- 媽啊!一直跑! 媽啊!還在插我欸! 大家好我是蛋塔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認識螃蟹 來這兩隻螃蟹 這隻三百塊 這隻三千塊 你們看得出來嗎? 見不見我可以把三百塊的螃蟹賣你們三千 就賣你們這些臭低端 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 在某天晚上有一個朋友 請我這隻螃蟹 我親眼看到他被店家騙 所以我今天才要拍這部影片 教大家怎麼去認識螃蟹 現在我要讓你們這些低端 看完我影片之後馬上變高端 今天就來教大家怎麼分辨 沙公、沙母、紅蟳跟處女蟳 那你們知道這四隻其實都屬於 同一種螃蟹嗎? 因為其實螃蟹的知識 我自然我不太熟了 所以我今天請了一個螃蟹大師 來為大家講解 大家好 我是螃蟹大師 我叫螃蟹 是不是有點尷尬 好啦不會開玩笑了 我們趕快介紹吧 以上四種螃蟹都是屬於同一學名 叫做巨猿青群 主要是因為性別不同 還有它的實踐不同 來去分別取的四種名字 在開始介紹之前呢 我先來講一下蟹膏跟蟹黃的差異 它其實這兩個基本上都是螃蟹的生殖蟹 公的生殖線叫做蟹膏 母的生殖線叫做蟹黃 那等一下我們在吃的時候 我們再來跟大家講一下 它們吃起來到底有什麼差異 然後以特色區別 我先介紹沙公 沙公的肉質飽滿 它的熬是最大的 它裡面有非常飽滿的蟹膏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公的要吃膏 女的要吃黃 背面其實很難看得出來 它是公的還是母的 可是一翻過來 大家很明顯可以看到 這邊有長長的一塊 其實我們就講成公的有生殖器 這邊有長長的 所有的螃蟹都一樣 來接下來介紹沙母 母的其實就是會這樣子 它就沒有長長的那一條了 它是一整片的 沙母的其實就是跟沙公其實長得很像 那它的熬會比較小 因為女生嘛 比較秀氣 那基本上它也是屬於肉質飽滿 所以吃沙母通常也是吃它的肉 跟它的蟹黃 來我現在來介紹 這邊上架差最大的兩隻螃蟹 紅蟳跟處女蟳 因為這兩隻呢 從外山上根本就看不出來哪隻是紅蟳跟處女蟳 所以也容易讓消費者誤會 也導致店家可以用偷的很大的原因 正面看不出來可是背面就很明顯 這個是紅蟳 這個是處女蟳 那簡單來說 紅蟳就是可能衛生年的時候 就已經受精過很多次了 所以它會比較黑 那處女蟳就是 就簡單來講它就是處女 就是沒有受過精的螃蟹 那它的這邊就會粉嫩粉嫩的 所以呢其實螃蟹的一生跟人一樣 使用多次就會變這樣 啊沒用過 就是這樣子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啊 所以為什麼這隻這麼廉價 它這隻這麼貴就跟那一樣 嘿嘿嘿 來活的情況講完了 接下來我要介紹它死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就把它拿去料理 來那這隻隻都煮好了 那我們先從最便宜的介紹到最貴的好了 好這一隻是紅蟳 那也是這隻螃蟹中最便宜的 那其實外面賣價平均大概抓到300到500之間 我給大家一個畫面 就是我們在吃油飯的時候 其實很多油飯上面都會有螃蟹 那通常都是拿紅蟳來用的 因為它價格比較低 對然後再來第二隻是沙姆 那沙姆其實跟沙公 其實吃起來應該會非常相似 沙姆就比沙公多了蟹黃 所以它的價錢會比沙公再貴一點點 它的賣價應該會落到1500到2000 然後沙姆大概是可能就2200、2300上價 我想講賣價 當然還要看它的大小差異性 來決定價錢 再來我們介紹最後一隻處女蟳 也是我們四隻螃蟹裡面最貴的 因為它最稀有嘛 因為你就想它在這麼大的環境裡面 都沒有收過金 所以才可以顯出它的珍貴 那它的外面賣價呢 大概落在2500到3500不等 因為要看它的大小 那今天其實這隻講真的比較小一點點 對那它的蟹黃其實很明顯 是不一樣的 好廢話不囉嗦我們來吃看看吧 好我們來吃第一隻紅蟹 我們先吃它的蟹黃 其實便宜的這很好吃耶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哇 螃蟹就是要吃的味道 不得不說 其實我覺得我第一次吃紅蟹 我覺得已經很好吃了 好再來我們吃沙姆 這是沙姆的蟹黃的位置 我們來試試看 沙姆蟹黃我個人覺得比較甜美一點 那紅蟹多一點腥味 那整體來說 我個人覺得沙姆的蟹黃 比紅蟹的蟹黃好吃蠻多的 那當然價錢上也有差 好好吃喔 加點醋 我嘴巴很髒嗎 那這邊跟大家講啊 加醋的原因是因為 有些人可能覺得螃蟹很寒 就是很腥 那有點醋跟醬油 其實會讓螃蟹吃起來更好吃 所以我才喜歡加醋跟醬油 讓大家可以看客人習慣 好再來是這是沙姆 那沙姆其實大家很明顯看到 其實它就沒有蟹黃 那上面其實你現在看到的是蟹糕 那我們看看它糕是什麼味道 喔其實講真的我沒有拿這個味道 好像在吃它的 好我們來扒開看看 欸好像好吃一點 我覺得它這邊其實全部都是肉啦 沙公的肉好甜喔 可是它的糕我個人沒有到很愛 所以等一下才講沙公其實吃它的肉 很少人在吃它的糕 我們等一下再一次評比 四隻螃蟹肉有什麼差異 那講真的蟹糕跟蟹黃比起來 糕就一直有一股很明顯的腥味 我個人不喜歡 如果要我選的話 我會選擇吃蟹黃 我也選擇吃蟹糕 來再來吃我們最貴的一隻螃蟹 叫處女巡 舊人類的邏輯 沒用過的應該會比較好吃吧 嘿嘿嘿開玩笑的 哇 處女的味道 喔 滿滿的蟹黃 你們想像沒有用過的那個甜味嗎 好像去講欸不行 其實我覺得今天吃得比較好吃 這絕對的詩詩當中 蟹黃最美味的棉花餃 怪不得外面賣這麼貴 等我們來扒開看看 從外觀看上就很明顯看出 其實它的顏色是比較淡的 所以我們在外面吃螃蟹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注意到它是處女巡還是紅巡 不然其實從外觀上真的很難分辨 那處女巡的蟹黃其實吃起來跟前面兩隻 就是少了腥味 多了甜度 然後又酥爽又飽滿 真的可以直接讓你 我終於知道全世界的男生為什麼都喜歡處女巡 好那我們吃完蟹膏跟蟹黃的評比 那我們接下來吃它的肉到底有什麼差異 那一隻螃蟹呢 其實肉最多的並不是身體 其實就是它那兩隻腳 對那我們先從紅巡開始吃 對那我們先從紅巡開始吃 噴了我滿臉 來畫面由左至右 最左邊就是剛剛講的紅巡嘛 再來就是沙姆 沙公跟處女巡 其實都很明顯發現沙公沙母啊 因為它畢竟是爸爸媽媽嘛 所以它會比較大隻比較肥美 那我們馬上來試試看看 就是它們到底有什麼差 我們先來吃紅巡的爪 其實就是還可以的螃蟹肉 再來吃沙姆 其實很明顯呢 它就比紅巡的肉還要再更鮮甜很多 再來吃沙公 噢這兩個太像了 我回去吃一下沙姆 這兩個我真的分不出來 因為我在吃的感覺啊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喜歡吃螃蟹肉 其實沙公沙姆 我覺得就看你想不想多吃一個蟹黃而已 再來最後的處女巡 噢我沒有想到處女巡的肉耶 這麼好吃耶 它不只蟹黃好吃 它連肉都是沒用過的 果然處女巡呢 真的就是最上層的品 它的肉質跟細膩度跟吃起來感覺 都是四肢螃蟹裡面最高級 好我們都試吃完了 那我們現在來評比就是 這四肢螃蟹呢 以糕和肉啊哪個最好吃呢 我們先從高開始講 可是因為沙公沒有蟹黃 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後一面 因為只要想吃什麼蟹黃蟹膏啊 不要去吃沙公啦 然後再來當然最好吃的就是我們的處女巡 因為它吃起來感覺沒有花過這個錢 真的感受不到啦 所以蠻鼓勵大家去嘗試看看 那當然沙母的黃啊 你看又多又滿 那一定吃起來比蟲蟹好吃的 包括它的味道不只是視覺 那其實紅蟹也沒有到難吃啦 因為它就是一個 大家比較可以入手的螃蟹 因為其實螃蟹在食材裡面 算是偏高單的東西 不是每天都吃得起 以蟹黃來說我的排名是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 好那我接下來評比肉的部分 我第一名給沙公跟沙母 因為這兩個其實我真的完全吃不出來 可是我又發現沙公的肉其實比較多 那雖然說我剛剛講說 處女巡的肉非常的鮮甜 可是我個人覺得處女巡的肉太少 沒有吃螃蟹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把第二名留給處女巡 第三名給紅巡 那一二名給沙公沙母並列 好以上是我們今天吃螃蟹 還有教大家一些螃蟹的觀念和知識啦 花錢不是重點啦 至少你要知道你吃到什麼東西 那其實我還是會跟大家講啦 貴不一定好 可是好東西一定不便宜 雖然說處女巡的價錢最高 我也說它最好吃 可是我身邊的人 其實有很多人不能接受處女巡的味道 他們可能覺得太新了 所以不要覺得好像我今天說它很貴 我們就覺得它是好東西 並不是吃食材要吃到腦裡 要知道自己適合什麼食材 才是真正的美食家 我的節目今天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追蹤我的IG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視訊我 或者是你想要看什麼題材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